本投片为关里头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头一心想要上大学的小女孩 发现事情恐怖真相 没想到原以为爱妮的老妈竟然会这么暗黑 抽丝剥茧还要克服种种的阻隔障碍 快逃不自由无零食 就是要争取自由生存权益 光是看预告就可以感受到 里面惊悚紧张气氛了 即2018年人到搜索 说了一个爱女儿老爸的故事 这次导演安理曲查康蒂 最新的一作则是完全不一样 英文片名用了一个run 台湾中文片名也一样很简洁 用了桃要来说一个很爱女儿的老妈 但却反而变成了一个吓死人 超级大噩梦 在电影的开始 先看到的是杀到保罗生 饰演戴安在医院难产过程 虽然有剩下一个小宝宝 但因为早产以及其他状况 小宝宝似先天就有许多的问题 弃传 心理不整 血色素 陈着病 糖尿病与麻痹等 然后接着时间直接跳过了17年 镜头转到戴安参加一个 互助会时的一些情境 有一开头的破程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像是戴安生下了 这样一个问题很多的小baby 其实小baby有活下来 一整个照顾小孩的过程 也是相当的辛苦的 所以看到了参加这样 家长互助会是可以理解的 尤其戴安又是一个人 单亲独立照顾小孩 不过当每个家长都相当心酸 分享一些心路历程 来到了时间已经是17年后 戴安表现了心情相当坚定 平静于表面上的理性 说了他根本不担心他的克罗伊 但相互比较起来 嗯 却有那么一些些说不出来 为什么的奇怪 尤其是艾伦饰演的克罗伊 就是戴安的女儿 可以看到这时候已经是17岁的少女 虽然两脚不能行走 必须要依靠轮椅 每天要吃很多药 做附件 很多需要注意事项 像是也不能吃太多甜食 巧克力之类的 但可以看到在戴安每天的照顾之下 除了实际住行之外 克罗伊展现了他的聪明才智 即使靠着在家里面自学 也有相当优越的成绩 包括了各个学科 以及电子电机等强项 还申请了要去就读华盛顿大学 所以说如果顺利的话 就可以去念大学 克罗伊对念大学是相当期待 兴奋 每天都在等录取通知书 等邮差送信来的那一刻 前面在互助会上 所聊到的主题 聊到的是关于照顾身心有障碍 小孩父母自己心境 包括对小孩的担心 反而对自己造成沉重的负担 但在互助会上 却说了他不需要担心克罗伊 然后强调了没有收到通知书 所以都还不确定 克罗伊是否会离家去上大学 但表情之间似乎对克罗伊要上大学 但他曾经感觉到 其实还是有不开心味道 有加上了知道这是一部青虫片 其实戴安在克罗伊面前 是在上强调了 如果收到通知书 一定会第一个拿给他 不过关于一些小细节 把这些迹象联想在一起 似乎之间是很有问题 那么戴安还是最容易在里面搞鬼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戴安把通知书藏起来 怀疑是戴安故意不让克罗伊去赌大学的 事情总是会有漏洞 原本因为还没收到通知书 克罗伊每天期待又每天落空之外 在一次想要偷尝一些小颗粒的过程 克罗伊发现了 纸袋里有一罐贴着戴安名字的药 但接下来戴安却以换新药的名义 把这款诡异的绿色胶囊的药 拿给了克罗伊吃 然后对克罗伊所提出来疑惑 戴安堂无不清 克罗伊便决定不吃 并想办法要来查出真相 有一开始 确认药罐子上面的药写着Tryguston 克罗伊试着要找出这种药功效 晚上偷偷留下来上网查 网络断线无法查询 在趁着戴安在菜园忙着浇水 整理时几番折腾 间接打电话 问了陌生人 查到了这种绿色药呢 其实并不是Tryguston 药罐上标示的Tryguston 竟然也不是真的 嗯 真的是太诡异了 这到底是什么药呢 克罗伊接着又出招 约了老妈说要去小镇看电影 但其实是想趁着看电影时间 再偷偷留到药局去查出 这到底是什么药 许多征兆都显示出来 老妈越来越问题 其实在床桌上一起吃饭 但总觉得老妈弄有所思 而克罗伊不但是聪明 有极高性决心 也是由一种年轻人叛逆的心巴 有了一个证照之后 根据自己的知觉来办案 有一点点的不对劲 是慢慢推敲出了一些线索 还有一种没查到真相 不放弃的决心 然后恨到老妈臣服 也是急身啊 预先料到克罗伊可能上网查资料 闲着切断网路 每次都想现在克罗伊之前 从邮差所上拿到新件 老妈被伤的伤痕 也是代表了他自己的一些问题 所以俱全推进 越行出了大安安黑老母的性格 已经不只是母爱乐 包括无处不在的控制欲 只不得让克罗伊独立发展 离开一家去上大学吗 还是有其他更多的安安明星呢 这部桃在军事上 着实行速了相当棒的戏剧张力 几段情节铺成与发展 是相当吸引人 光是克罗伊上班两次想办法 就是想要查出来老妈给他吃的到底是什么药 这就相当不简单 因为毕竟克罗伊本身行动不便 又有诸多的限制 而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拦截 则显示出里面是很深的黑洞 实际上更不只是控制欲 想要保护女儿的心 甚至老妈在看电影时 克罗伊跑出去对面的药局查询 就在老妈冲出来阻止之前 克罗伊总算得到了一个资讯 既然这种绿色胶囊 是给动物吃的是一种肌肉松弛剂 而人生之后会导致瘫痪 表面上是一种保护为民意的母爱 当在药局发生的事 就开始打破外表看到所有假象 竟然趁大家不注意 当然对克罗伊注射药剂 然后在昏迷一阵子之后 克罗伊回到了郊区家中 自己的房间 尽管发现老妈这时候不在家 但随后克罗伊也发现 他被锁在房间里面 而且门外还用木杆挡住 封死住 但别以为这样就能够困住克罗伊啦 克罗伊可是用马盖先的极实头脑 而且真的是太强啦 即使是行动不变 还是想做办法 带了给其喊了一口水 一是爬窗户 沿着屋檐爬到隔壁房间 再利用急速热障忍受的方式 打破窗户 然后进到老妈房间后 再回去打开自己房间门 也一整个夏宁决心 要逃离这个地方 即使用摔得很惨的下落地方是 终于这边一度是成功逃离到公路上求救 陶导演是阿里许查看地 前面W有介绍过的人后搜索 是他前一部作品 而这部其实剧情架构算是简单 就是女儿一心想要逃离恐怖老妈的爱 但在情节上布局却是充满的曲折 又缝回路转的 即使女儿一度逃到公路上求救 遇到好些油猜 愿意帮助要送她去警察局 不过又是遭到了老妈拦截 油猜先生也相当随小 遭到老妈毒手被挂掉 然后再一次 克罗伊被关回到自己的家 但这一次醒过来 是被关到老妈神秘的地下室 也来吐槽一下 剧情巴证据要记得销毁啦 嗯 就给他算是要方便解释 来从去卖好了 原来老妈做了这么多坏事 地下室里都竟然还是收集 留着满满各种证据 也算是相当方便的 克罗伊历清整个状况啦 而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克罗伊后来又怎么了 下一段预告之后 将来介绍最后的结局 如果还没有看过电影 会想保有点神秘感的人 建议看在这里 久了 要解释恐怖老妈的行为 就还要话说重头 原来一开场 早上生下的小baby 并没有活太久 但因为自己小baby关掉了 被同友不甘心 后来又从医院另外 通报了其他小baby 这个小baby就是克罗伊啦 克罗伊不是亲生的 而包括大洋改过名字 换过住宿 克罗伊的大学通知书 也在里面 地下室里面 有各种资料 证明 简报 照片 看到了小时候的克罗伊 其实还蛮健康 会走路 但想必那时候 就有极强的控制语 占犹豫 又联想到了他之前 找医药的小baby 所以就开始对克罗伊 下了各式各样的医药 可以想象 现在的状况 大概都是被下药弄成的 而就是一种 不至于有无灵死的决心啦 克罗伊领域私下剧毒挂掉 也不想再被老母控制 只是并没直接挂掉 场景转到医院 被救活了 再一次 克罗伊要想办法 警告护士 并逃了妈 然后是一阵紧张的 挟持过程 最后呢 还是由一老妈被警卫 开向车伤 结局是以克罗伊 终于有摆脱单的控制 来ending 总结来说 军营最像的部分 原以为是最爱你的人 其实却是一种 令人自行自命的控制欲 总是以为是对别人好 照顾别人 不过 那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 病态的需求 情绪 甚至那种伤害别人 对别人做出无法挽回的错误 而整部电影 就是架构在这样的情境 制造出了有紧张万分 对峙的战力 几次用纠材秘密 又不断地公败垂承 来堆叠出 真的有那么坏心 暗黑劳母 忍心加害自己女儿吗 然而 居然设定的 不是亲生的 也有让克罗伊 后面的报复 显得不那么超过 但后来其实没有死 而是被关了起来 也看到克罗伊 不时都会去看他 跟他说说近况 不过 更是以牙还以牙 克罗伊脱单的药 强制给戴安服用 一方面也故意让戴安 瘫痪残废 不会再跑去害人吧 嗯 整体来说 不是什么大道理 深远一涵故事 是一种害人暗黑劳母 享受紧张惊悚的气氛 来看看行动不变 小女孩 又是如何克服所有障碍 蛮推荐大家 没事可以用来 消磨一下时间 不知道看过朋友 有怎么样的想法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点咯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点咯 那就先这样咯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